在萬壽橋下的民宅呢 其實都很擔心 雨勢越下越大 萬壽橋改建工程 猶如小型瀑布一般 之前因為土石泥流 沖進民宅被迫撤離的民眾 依舊心有餘悸 難道好快掛水去的 你就要看那邊的水溝的雨勢 那個水勢看會不會很大 如果說太大撤離 是不是比較安全 應該是比較安全 因為半夜的話 你可能在睡覺不曉得 如果水沖進來很危險 高雄山林跟桃園山區 在遠景跟國軍弟兄的協助下 下午也分別進行了預防性撤離 就是要把颱風可能帶來的災害 降到最低 大海新聞學位林道明 高雄報導 還要帶您看到台南地區 也從今天